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旋高耸的悬崖峭壁 繁茂高大的原始森林 错综复杂的地下暗河和深不可测的溶洞 共同构筑了一个深邃而壮美的天坑世界 这里是动植物的天堂 这里是人类生活的禁区 然而在贵州省星义市清水河镇 一个名叫于补鲁天坑的底部 竟然奇迹般的存在着一个村寨 这村寨里的人世世代的生活在那儿 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了 于补鲁天坑究竟具有怎样的神器 能够让人们固执地坚守在那里 世代演绎自己的故事呢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 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以各种方式 庆祝着这个传统佳节 在贵州省星义市 这里的人们也无一例外地 在同样庆祝着这一节日 其中最富盛名的当属于补鲁天坑人家 每年的这一天 全村寨的人都会聚在一起忙碌起来 他们也像大部分的中国人一样 浸糯米洗竹液包粽子 天坑是地下暗河长期侵蚀山体 造成巨大溶洞后 引起地表大面积坍塌所形成的深坑 而在新意识的于补鲁天坑里 竟然生活着一百多户人家 他们在这里安居乐业 因此被称为天坑人家 星义市位于贵州省西南部 距离省会贵阳三百五十七千名 是前西南部一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所在地 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 目前中国已发现的天坑总数 已经达到了一百个之多 在世界上位居潜力 因此中国又有着天坑博物馆的称号 在众多的天坑中 广西乐业的大石围天坑 贵州平堂的打带河天坑 重庆凤杰的小寨天坑属于超级天坑 这些天坑的坑口直径和深度 均超过了五百米 这些天坑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 四周是悬崖峭壁 异常险峻 在这些天坑底部 有人类从未涉足过的地下原始森林 各种蛇虫鼠蚁隐秘其中 还有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河 每当暴雨来袭 河水上涨 极有可能吞噬生命 在这样幽闭充满危险的地方 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 可是为何在贵州星际 人们会选择在鱼卤天坑生存下来 鱼卤天坑究竟是什么样子 那里的人们又是如何居住生存的呢 为了亲眼目睹这个独特而神奇的天坑 我们决定前往实地进行考察 贵州星际是喀斯特地貌集中的一个地区 在这里随处可见各种喀斯特地貌奇观 星际的天坑总数达到了四五十个之多 而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于卜鲁天坑 于卜鲁天坑位于星际市清水河镇境内 距离星际市仅三十千米 考察队在前往于卜鲁天坑的公路一侧 专家就发现了一个天坑 天坑四周是陡峭的崖壁 从坑顶往下看 天坑内部长满了树木 看不到底 这个天坑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在它的底部究竟是什么样子 是否具备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呢 我们决定去天坑看一看 通往坑底的路近乎垂直 在这样的峭壁上行走 技巧非常重要 不能垂直向下 因为垂直行走所带来的危险 就是稍有不慎就会摔下坑底 而唯一能够保证安全的行走方式 就是沿着峭壁绕着弯走 可即便是这样小心翼翼 还是免不了摔上几跤 你说它这个坡度有多 这个这个坡度有六七度 六七度 哎呦 哎呦 大点啊 这样 专家告诉我们 这样的坡度在天坑中不算什么 大部分的天坑都是垂直向下 要想下到坑底 如果不借助攀爬工具 根本无法下去 也许正是因为它不方便进出的特点 很少有人会选择在天坑底部生活 它们是大地仰望苍穹的眼睛 它们是人命不看地球的作品 它们是人命不看地球的作品 究竟是何种自然伪必 塞造的这些局势美景 在当地人的带领下 我们慢慢向坑底靠近 越往下 树木越茂密 我们的视线也被半米多高的树木枝叶所遮挡 我们只能小心剥开这些繁茂的枝叶 用脚试探着前进 随行的老乡不时叮嘱我们 一定要注意身边的这些树叶 因为在这些看似无害的植物中 隐藏着一种有毒的植物 只要被它收到 皮肤上就会出现一些隆起的小红包 火辣辣的疼 可没过多久 考察队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遮了 这是刚才那个草嘛 这是刚才那个草扎的 对对对 这有毒的 这树上的都有了 这个这个 这个拿着揉手 这个揉一下手 这是什么呀 这种草 这种好吗 对 来 这边揉 当地人说 这种植物精液上的褶毛有毒性 一旦碰上 会立刻引起刺激性皮炎 因此当地又将它称为咬人草 在靠近天坑底部的地方 考察队遇到了一片乱石滩 它这个石头啊 这些石头你看 棱角明显 就没有搬运 就是 究地塌落的 没有经过一个搬运的过程 它没有搬运是因为没有水吗 这儿没有水 就是没有河流那种水洞里搬运 专家说 在天坑底部 一般很少有地表水源 这是因为地表水 都会沿着山体列系继续渗漏 会如另一条地下暗河 电影《夺命深渊》 是根据真实的探险经历改变而成 它讲述的是 在巴布亚辛吉内亚 有一个未被探明的巨大天坑 这个天坑 吸引了一群探险者的注意 于是他们决定 深入到天坑底部探险 然而 就在他们潜入到坑底的水洞时 却遭遇暴雨 突如其来的洪水 从洞口向他们袭来 地下暗河的水位不断上涨 几乎将他们淹灭 他们用尽各种办法想逃出去 可最终探险队的大多数人都命丧其中 地下暗河是和天坑相互半生的 有天坑的地方就会看到地下暗河的身影 封闭的暗河 无法预测的世界 充满了未知的变数 在这样危险的地方 并不适合人类长期生存 可于无鲁天坑 为何会有人生存呢 由于无人涉足 岩石上布满了青苔 路边的越来越难走 考察队手脚并用 好不容易下到坑底 我们发现 这里的植物生长得更为茂密 高大 由于没有人为的破坏 使得这里成为了植物的乐园 老乡 这前面是不是到底了 到底了 还能过去吗 不能过开了 河河太多了 河河太多 这河河是不是有多 有啊 那就不能过去了 不能过开了 那咱就到这为止吧 好不好 咱们现在就到这为止 这现在就是坑底 这现在就是坑底 由于植被茂密 考察队无法继续深入 我们对这个天坑的考察 只能就此结束 但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 这个天坑和大多数的天坑 没有任何的区别 陡峭的岩壁 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 茂密树林里 隐藏的各种蛇虫 鼠椅 给人们带来了安全隐患 而缺少地表水源的坑底 又给人们取水造成了影响 在这样的环境下 人类根本不可能在里面居住 而为何在鱼哺鲁天坑底部 却偏偏有人类生存呢 接下来 考察队决定直奔鱼哺鲁天坑 不远的山脚下 一处农田房屋相间的乡村 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那里就是考察队最终的目的地 鱼哺鲁天坑 站在蜿蜒的山间公路上 俯瞰鱼哺鲁天坑 我们诧异地发现 这个被称为鱼哺鲁天坑地方 与我们一路看到的那些天坑有着天长之别 整个鱼哺鲁天坑呈喇叭花 上面大 叠不小 但它四周并非是垂直向下的岩壁 而是呈现出从坑顶向坑底 缓慢变小的坡壮 与其说它是天坑 倒不如说是一个山间洼地更为确切 它真的会是一个天坑吗 专家结合周边的地形 肯定了鱼哺鲁确实是一个天坑 现今这个天坑 实际上是一个波石残域的状态 怎么来看它呢 目前表现在地貌上 有几个非常特殊的特点 一个特点就是啥呢 这个天坑所在的位置 就在一百二十多户人家 所在这个坑周围是四面环山 这是一个特殊的特点 另外一个呢 就这个四面环山的这个洼地啊 基本上是个马骑状的洼地 是马骑状的洼地 而且呢 这个坑底 也是一个很平缓的地方 从这个地貌的判断 你看啊 这里是一个谷河道 实际上这个谷河道呢 可能构成了形成这个天坑的 那个地下暗河的河道 这个天坑的位置呢 就是这个地下暗河 那个溶洞里边的一个大清 那个大清塌陷以后 形成了这个天坑 专家告诉我们 一亿多年前 地下暗河充实山体 形成一个巨大的溶洞 并将溶洞冲出一个缺口 然而有一天 溶洞大面积塌陷 形成了如今的鱼补鲁天坑 而恰恰就是这条地下暗河 冲刷出的缺口 为后来居住在鱼补鲁的人们 提供了一个进出天坑的道路 当考察队进入天坑底部的村寨 近距离观察鱼补鲁 我们简直无法将怪石裸露 暗河密布的天坑 和这处犹如世外桃源般的村寨 联系在一起 村寨的面积 虽然只有两万多平方米 但整个寨子的格局 被分配得很好 房屋都集中在路的一侧 而坑底的中心地带 则分布着大片的农田 天坑四周的山峰 高低落差达到了六百多米 将位于坑底的村寨紧紧包裹 农田 房屋 树林 点缀其中相应成趣 在整个鱼补鲁天坑 至今还住着一百二十六户 六百多口人 在村子里 我们找到了一位七十多岁的 陈姓老人 老人说 他们寨子里 全村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姓陈 是原末大汉政权的建立者 陈有亮的后人 是红五年间 陈有亮跟着这个 朱业政抗黑 对 结果陈白了 朱就发出口号 要把陈全部赶紧杀击了 对 所以我们的祖先 就是城市的祖先 就为了躲避 躲避的就是这个没有人员的地点 是这样子过来的 根据当地人的说法 最初的鱼补鲁天坑 其实并非是一个适合生存的地方 这里和其他的天坑一样 荆棘密布 蚊虫肆虐 但是由于地处偏远 远离战乱 相较于其他地方 鱼补鲁天坑似乎更为隐蔽一点 为了族人的安全 逃亡至此的陈氏族亲 便决定再次定居 然而 由于天坑底部长期无人涉足 导致这里杂草丛生 陈氏后人开始了 他们第一步的改造工程 将满山遍野的树木 全部清除 他们一点一点的 对这个天坑加以改造 最终成了现在的样子 人类的生活 拎不开水和食物 当地的县人们 如何解决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将一个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天坑 逐步改造成 能够满足人类 最基本生存条件的地方呢 星逸属于喀斯特地区 喀斯特地区最主要的特点是 岩石裸露于地表 土地占有量少 而且不利于储存水分 因为来自大气的降水 都从地表渗透 变成了地下水 考察对一路上所建造的山体 基本上全都被碳酸盐盐所覆盖 当地人只能利用少量的土地资源 进行耕种 而鱼哺鲁天坑内 连变的耕动面积 竟然达到了二百多亩 还有少量的可耕种土地 分布在山间 如此大面积的田地 究竟从何而来呢 专家在田地里转了一圈 告诉我们 这里的土都是原生的 并非从外面搬运过来 这个天坑里边 头壤发育得非常好 它整个在这个天坑里边 都铺满着整个天坑 构成了这个天坑里边 植物生长的一个必须的头壤 这个头壤的厚度也比较大 按照这个 这个就是漏水点的那个 当时气墙的那个情况来看的 这个可能有最厚的地方 可以达到十米厚 天坑里边的土壤 应该是这个 漏头区就是 极岩落漏区 风化 林律 波石 搬运 堆积的东西 这是一个天然的东西 天然自然形成的东西 有了可耕种的土地 人们的食物来源就有了依靠 可即便是如此 二百多亩的田地 仅仅依靠降水 似乎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遇到大旱 那村寨里的人 又是如何解决稻田的灌溉呢 还有 人们的生活用水 都是从何而来 他们的生活废水 又是如何排泄呢 每天早上 陈老都会先将房屋打扫一番 然后拎上铁桶 去山里提水 这是老人每天必做的工作 我们决定跟随老人去看一看 那处他们赖以生存的水源 顺着后山的小道 我们一路向上 行进了几百米的距离 考察队来到了陈老打水的地方 在树林的掩映中 一股山泉顺着沟渠 源源不断地流向寨子里 老陈告诉我们 这里的水长年不断 除了供给全寨人的生活用水 也是二百多亩凉田的灌溉用水 从这继续向上 我们到达了出水口 两堵崖壁之间的距离 不足十米 四周的崖壁还在不断向下渗水 由于水源充足 崖壁上还生长着 盘根错节的树木根系 这个是断层组成的一个融洞 应该叫个地下暗河 你说这个 他们现在磕的那个水 就是地下暗河的水 或者说是这个 这应该不是说是人媒的 说从哪引过来的水 地下泉水 这一个是天然的地下泉水 而且按他老乡说 就说这是湿地不断 而且水质很好 充足的水源 常年累月地滋养着这片土地 有了水源和可耕种的田地 人们就能过上自己自足的生活 然而令我们不解的是 天坑内的暗河都隐藏在地下 而于不鲁天坑的地下暗河 为何会出路于地表呢 回到村寨 陈老乡一盆脏水 从家里端了出来 倒入了无浅的沟区 在沟里面 这个是排水的岛 排水的岛 那就是从水源去来 这既是一个灌溉的岛 有灌溉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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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是一个系统 这个是个系统 一条沟渠 既用来排水 又用来灌溉 真可悲是一渠多用 贵州的天气还真是多变 我们在于不鲁天坑 和当地人生活了三天 就遇到两天下雨 在前后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我们就经历了 从阴转雨的天气 这里就是沟渠的尽头 生活污水和来自山上泉水 通过沟渠不断地排气到了这个洞地 这里是天坑地区主要的一个泄水口 这个泄水口呢 是水流入这个地下岸河 是一个天然的 一个泄水的良好的渠道 类似的泄水口呢 在这儿有一共有三个 成为天坑地区排水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下大雨的时候 就不至于这个大雨 把这个天坑地区淹了 这是一个天然的泄水的通道 构成了一个排水的体系 让我们来看一看 于不鲁天坑的布局图 陈氏后人将房屋建造在半山腰 留下坑底大面积的风化土壤进行耕种 修建一条沟渠 连接东西两头的地下岸河出水口和落水洞 源源不断的山泉 通过沟渠流进村寨 用来灌溉田地和供给人们的生活用水 而多余的山泉水和人们的生活废水 也通过这条沟渠流向远处的落水洞 汇入另一条地下岸河 人类和大自然的完美结合 在于不鲁天坑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河里的利用自然 改造自然 这才是我们人类的生存之道 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 世代生活在于不露天坑当中的人们 利用天然的水源 天然的落水洞 将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天坑 改造成了今天适合人类生存的理想家园 而这不正是人类适应环境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真实写照吗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